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又来到礼拜六的《经验前故后》了 今天我们有两位嘉宾主持 一位嘉宾主持先 何罗小姐 讲几次变成主持 另外 隔离这位呢 阿希就是单车的发烧友来的 不要这么说 撒蛋战士 低碳战士 我们今天又跳出了巴士的事情来说 接着要说单车 因为其实单车我们之前也说过 之前也试过有一集也说过 其实跟这个尖沙堆码头很大关系 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踩单车去尖沙堆码头 搭船 好了 但是为什么今次 我们又要请两位上来呢 稍后还会有多个嘉宾 不过稍后再说那件事 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呢 最近呢 其实我们看新闻呢 就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这个单车的意外呢 是急升得很厉害的 罗姐 据数据所显示呢 其实是讲个比例的 比例呢 今年的单车意外呢 比例上就是电单车的比例 就是它的数字是比单车的数字凸显了 单车是高了的 那个比例上是高了 但是数字其实也不是那么高的 只是比例上是高了 突然间因为比例上高了 就政府说突然间走出来 就说我们要立法了 就为了这些道路安全 那单车使用道路的人士的安全 就有人提出了说要立法戴头盔 所以就引起一个很大的回响 那戴头盔其实本身对于踩单车 其实因为有一个安全的措施 但是有什么那么大的回响呢 会 要看你怎样看呢 其实我想这个 不如让阿强说一点 我讲一讲我 因为我会长篇大力 我等一下给不到时间 阿强你不看呢 其实我自己会走 我习惯就是每天上工房那里踩单车 因为我住在衔径那边 可能一段距离才到火车站 我习惯大概踩10分钟的单车 上班回来踩10分钟 老实说 我自己就没有戴头盔的这个习惯 可能这是坏习惯 但是我中观看到 一来马路上的危险情况 是不是需要戴头盔呢 其实我看不到那个情况在哪 我中观现在看到 马路上所有的单车使用者 都似乎未见到重要性在那 另外就是我都上网看了一些文章 看到说戴头盔 只是那么多种安全方法之中其中一种 但是似乎如果你说要立法 要急着要做的事 戴头盔似乎是次要的 反而我听回来不同的声音就是 反而是道路上 大家使用者如何共用条马路 如何互相尊重 就是单车在那里 你应该要尊重它 而它都应该尊重其他行人 这一样才更加重要 其实你说你是踩单车在家 踩出去火车站 其实那段路 因为我其实和你们住是邻居 其实大家不要紧 实际上都已经爆了 那些东西 刚才它已经赶了哪条村 让大家小心留意 其实那段路 本身应该以前我记得 是有单车径的一路是出去的时候 因为好像后来有一段时间 中断了某一些段落 可能变成了一些街坊 他们很多要踩单车出去火车站 都被迫要踩了一段仔出马路 但是这样的话 其实本身单车径我们见 那个使用的情况 其实就基本上 除非有些行人走过 如果不是 基本上很安全很平坦的路 那带不带头盔 我个人就觉得 是不一定需要的 这一样东西 因为既然那段路是专与单车 是没有其他的汽车会过 那反而可能反过来 反而最受到威胁最弱者在那段路的 可能是刚刚走过的行人 那时候就是单车 但是如果要踩出一个路面 马路上面的时候 就会是可能有一些 就是因为有其他车辆会使用 单车反而就会成为了一个弱者 那可能是否是 戴头盔的需要会比较大一点呢 我想这个先回应 回应刚才我们说道路安全上面 第一我觉得 现在突然跳出来说 为了这个单车使用者的安全 去带 要立法去戴头盔这个说法 我个人原則上 我会绝对反对 但是我觉得戴头盔我是会鼓励 在原则上我会鼓励 个别人士 当你无论你在单车境 或者在马路上面 踩车的时候 我会绝对尊敬 和鼓励大家戴头盔 因为戴头盔无可口非 如果万一发生意外 你会有保障 但是我们立法的原则是什么呢 立法的原则是令到风险减低 还是当我们意外发生的时候 把伤害减到最低 我要看立法的原则 其实是在做什么 如果我们在道路安全里面去看 我想利用公众资源去立法的时候 我们要看立法的过程 或者立法的最终结果 是否令到道路 对所有的道路使用者 都平等地提高安全性 这才是针对一个安全 作为安全守策的立法的原则 对我来说的原则 所以我会看原则上 其实这是否正确的立法做法 我们回头看看 现在我们的道路 无论是城市或乡郊 我们有很多种道路 有汽车使用道路 有单车径 有行人路 这些全部都是道路 当公众去使用道路的时候 我们公众对于这条道路的安全性质 其实那个认知是什么东西呢 如果我们公众对于这个认知都模糊的话 我们用很大的力量去立法 其实是努民伤财 我会觉得 但是这样 好像现在在新界就说 比较多单车径 在市区 政府竟然是 交通政策是说 运输处是不鼓励别人使用单车的 他直接说到因为路面的环境 但是其实他是不是 本身他自己都根本没有提供到一个设施 好像说到 我们是找单车径都很困难 会找到可能有的 都只是在公园里面 可能是一条短的单车径 给你真的纯粹的 都没有 根本不是一个交通的 不是一个运输的 但是我们其实现在 就是过去那几年 都很多团体和朋友 都是出去争取 港澳畢業 有个单车径 但是到政府到今天 好像都还没有一个好的回应 但是他都还没有做到 他应该要做的事情的时候 他唯一一样东西 就是想说 用一个立例的形式 就是要戴头盔 就叫做做了些事情 那就叫做 保障了单车使用者的安全 其实你觉得这样 是不是一个妥善的方法 其实我觉得呢 这个问题就是 他用了一个很好听的声音 出来去立法 或者保护你们 就是将目的视线转移了 我觉得既然他这么狠心 去做立法的程序 其实我更加希望他做到 就是只能在交通政策 甚至例如马路上 分一条行车线出来做 甚至是推广的时候 推去其他的駕駛人士 可能去呼吁他 跟他说 原来你和单车在马路上 是一模一样的身份 这些这么彻底的改变才是需要的 当然你说 做了整个套件 其中一部分是需要 一些人去戴头盔 我觉得可以接受的 这个可能是第二步 大家要看回 其实大家深水清的朋友 都会明白 现有的交通政策里面 单车是不被政策 认当为一个公共交通工具 现在香港的政策 我们的单车只是一种 文鱼康乐活动 或者一种运动去看待 所以在我们的政策 或者是资源配套 或规划发展里面 单车是否可以 佔用到一个相对的配套资源 无论是规划 建设道路 管理方面 是可以帮助 单车使用人士 是可以暢顺地 行驶我们的单车 在指区局 这是一个政策 很大的失误 对我来说 对整个香港市民来说 都是一个政策 非常失误的地方 是一个严重失误的地方 因为这是一个 规划范畴的事情 如果我们的城市空间 是没有这个空间 是预留给我们使用这种交通工具的方法 或者我们这种 我们叫做生活方式的方法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 我们要行使这个权力 或者我们要做这个方式 做这一件事的时候 变成我要偷偷摸摸 或者是要跟别人爭 那种理据 是变成了一种 好像很不合理的事情 这个是很奇怪的 我们很多官首政府 是非常支持香港低碳生活 我们有很多宣传 政府海报 民政 很多高官自己都出来 支持单车做 但你有没有见到高官踩 有啊 哪个有啊 最近亨昌集 我们找到 他们的制作者很厉害 找到 Jeremy Yang 这个教育局副局长 哦 杨维安 杨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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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 张森瑜的老公 他就是踩单车上班降工的 咦 咦 难得 这个要赞 这个非常要赞 我们非常支持 很难得有个官首 这么高级的官员 以身体力行去做这件事 我们看一下 政府的领导层面 是鼓吹市民 或者鼓吹城市发展 走低碳方式 但是在这种方向 到行政措施上 好像现在没有什么做到 嗯 现在我们知道 港岛区没有单之径 我们2007年开始搞 港岛区单之径的规划运动 到现在 都是说在规划层面上 我们答应 在中环道会有一截 但是现在走线还未出来 如果根据现有的程序 或者现有的政策来说 单车线 就是单车在市区里面 都要摆回去公园那里 就是我们不排除 可能规划住说 我们会摆单车径下去 但是它可能是一个圈来的 在一个新的团楼区一个圈 或者它会在维多利亚公园 加一个圈 这种的做法 其实是否帮到 城市走向低碳生活方式 这个其实我们在看 政府如果真的要 帮香港减碳的话 我们不单止 叫人停车息时 其实是要有一个大的动力 去改动香港人的生活方式 就像毛泽禧 进行低碳生活方式 即是似乎 即使他现在所谓的规划 都是跳不出一种 单车就是康乐 单车就是娱乐 那种模式 永远都去不到 单车就是交通 这一个关系 永远都建立不到 一天建立不到 你所谓的任何低碳 都是浪漫 因为其实好像阿熙住那里 即是我家的 其实我们出火车站 本身可以有 除了踩单车之外 或者客人之外 还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搭巴士 就好像印象中 四个多 现在四个 即是二元四元三 接着另一个就是搭小巴 就是三元鸡 那其实呢 大部分的居民 都是选了搭小巴的 那为什么呢 一来小巴快 二来不用等 那三来巴士又贵 那个价钱真的 想选择小巴 是的 想选择小巴是贵的 那变了其实 如果那个居民本身自己 因为下面也有 那个单车径 那个梅套 有单车径 但待会我们会再说 就是那个拍位 不足够 在下面很足够的拍位 或者放在家里的走廊 接着就可能被管理署做 不给其他 接着结果 很多人都放弃了这单车 结果就下去 早早排一条小巴龙 就长到吓死你 就是这样的情况 会发生了一些 其实很简单 我自己踩单车 我都可以坐小巴 你下雨便坐小巴 我都时间过了 我坐小巴 如果继续等车 正常问这个问题 是的 继续等车 继续等车 大概要去到火炉 十分钟左右 但如果我一下去开锁 拿自己的单车 踩到那边 大概都是十分钟 相对 所以你说方便 其实是一模一样 即是时间性是一模一样 甚至我更加可以控制自己 我今天吃个早餐 遲了一分钟 那便快点 快点 相对来说 我看不到小巴 一定给单车方便 我都想说这件事的对比 就是在生活上 我见到外国 现在开始说 短线交通是以单车为主 中线长线 就去到一些巴士 其他工具 但你反而见到 香港这么小的地方 就倒转了 短线就是小巴巴士的士 长线就是火车 似乎是否错配了这个想法 即是其实香港 对于单车的落后 我只需要 飞一飞转台湾 或者过一个关 回广州 回广州 是的 现在已经见到 广州有公共单车 但是我记得 今年年头的时候 我去台湾 最夸张的就是台铁站 竟然是有免费单车者 是吗 那么好 为什么 因为那里的公共巴士 有 但班车相对疏 当地人 要是自己开了车 要是开单车 或者电单车 他为了方便一些 来到的短线 可能一些游客 他会提供了一个 单车免费借用的服务 在铁路站里面 台北 台南 台北 台北没有了 台北你付钱 就算是 台南是这些 叫做次要的 一些城市 二线 其实 竟然 他因为 巴士反而疏 但是他在巴士 也有一件事好 巴士是有单车架的 有单车架 有 一架巴士 起码可以放到两架单车 是的 其实在外国 很多 无论是中程 短程 长程的 公共交通 运输系统 都有一些设施 是被人 放大型行李 或者是被动物上 或者是被单车上 是的 我见到 别人政府在 帮市民提供服务 或者设施的时候 是很想像到 自己的市民 那种收入方式是很多元的 是的 很多元的 但是我们香港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政府常常都好像 你不做就不要做 就是 他只是会给一些 很单元的方式 去进行你的生活 这样 令到我们很无奈 我们觉得很无奈 很合理的东西 突然间变成不合理 例如 火车只可以载人 你要载车 不行 你不应该载人 宠物不行 这个火车不是设计 给你载宠物 但我想问 一个火车 一个车卡 载人和重物和单车 有什么分别呢 以前是有的 以前也有的 旧式 越先进 越宿逝 我们的宿逝 就越收窄 很奇怪的 香港就是火车 其实人家的铁路 原因是因为空间 有大量的车 所以稳定 摆单车是很理所当然的事 在台湾 全世界都有 很理所当然的事 它是整个位置给你摆 但是香港呢 为什么 哇 简直就是 你拿个单车 你直接在去摘 你阻碎我 很奇怪 那变成了 整个城市 对于单车的文化 就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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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后了 那又要 说到今天 不要说不按住了 只是新铁路 也要建设了 停满煤单车 现在还是由于设计 谈谈的阶段 都还没有实施到下去 那大家看到 政府 是有几大的决心 它还要 那条单车的预计 是看落的 purpose rather than 一个交易的 purpose 虽然其实交易 它也是有一部分 它是这样 但是那个比较 不是最重要 它觉得 purpose 是给你去观光 是recreation 这个我也有少少理解 因为我们推动 我们的单车运动里面 都有很多朋友 去参与政府 这几年 在单车规划发展里面的 一些咨询会 即交流会 那我就看到会上的情况 我自己都去过一两个 去到会上的情况 就看到 运输处有一些 比较高级的 负责规划的同事 以及一些 顧名公司的代表 他们来听我们的接民意见 很不幸地 这些会议 就很少要开放给公众 所谓开放给公众 都是透过一些活跃 参与单车运动的人士 使用单车竞活跃的人士 找这些人不难 很多的平台 很多的网络 单车会 你可以找到他们 但是一般的公众 我们怎样能够到他们 现在都很不幸地 政府依然是 只可以透过区议会 如果区议员是上心的话 他就会 讲腰市民一起去聚焦 讨论 但是如果 议员是不上心的话 大家都明白 不是不上心 是因为太多议程 你要做这么多会 基本上二十四小时都做不完 但是如果我们议员不做 主动去把这些资讯会 带出来的时候 我们普通市民 根本是无以得知 政府在做单车径规划 整个新界北的单车径在做 但是现在我觉得挺惊讶的 就是讨论的内容里面 仍然是说那条勁里面的设计 而不是说整个区的配套 交通的共用 公众的握达性的议题 所以我觉得很困难 第一在公众里面 我们看回我们普通市民的公众 如果真的去使用公众交通道路里面 我们刚才开头也说过 就是我们去使用道路的公平原则 其实我们没有一个途径可以拿到 如何我们可以使用公共空间 又同时尊重公共空间 基本上你不犯了事 所以基本上我们普通市民就是 即使你要撞到人 或是车撞到人 你就知道有些法例 除了考车牌那些是要考不市 大概去读计之外 单车那些是没有一个要求 你上车之前有的资格 你没有考牌这一回事 单车没有 但行人也没有 其实如果其他司机考牌 其实他有一个项目 是要读单车的交通安全规则 但不知道他有没有问 这个我们不知道 不好意思 我记得我考牌的时候 普市都基本上 好像你没有提过这件事 另外就是行人 行人使用公众空间 使用道路的时候 其实他们有多少频道 可以拿到哪些地方 是专业折劫行人 或是哪些地方 是专业折劫车辆 大家都知道 车马路上是危险 那些人不走过去 但当我们要通过这些地方的时候 那个项目是如何安排呢 其实是惨的 因为有时有些单车劲 因为铺得太靓 反而行人路 沿得不靓 结果行人被迫 这个我们每天都在面对 这个 然后也是 铺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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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 你也是被人骂的 那是很神奇的 现在是挺有趣的 法例里面在屯门那里做得好些 屯门那边有些牌子在那里 就说行人不可以用单车劲 单车就不可以行人路 法例上我们的单车其实是不可以行人路 这个就是现在我们的状态 它一好不好 当然是因为状态的问题 我们讲回其他的例子 讲到最近的深圳 深圳的所有新的规划区里面 全部都有单车及行人共同使用的路径 即不是单车竞同行人路分开 是在一起 它亦有路段是单车竞同行人路分开 就是马路 因为他们通常是大马路 两边还有些难事 再有一条小的路径 例如私家车或电单车 通常是单车走进去 有些慢速一点的车辆 但是它也很普遍的就是 单车及行人共用使用 就是在行人路的近树 即是马路那边 近树的那一边 就是走一条线出来 有个单车的标准在路上 当没有单车走进去的时候 行人是可以用的 当单车走进去的时候 单车也会知道 在这条线的范迷里面去走 大家都会互相配合去用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这是一个好的例子 但我们香港有没有条件去这样做呢 这是需要我们运输署 规划署和路政署的同事 他们要有这个决心才可以 现在我们这么多个咨询会 里面我们看到政府的做法就是 每一次咨询会 一定会回答我们 譬如举这些例子给他的时候 他就说我们怎么跟别人 我们香港 适合用在香港的 是的 我们地小路窄 我们怎么可以跟别人比呢 但地小路窄这个问题 是谁造成的 这都是运输来造成的 为什么你们只是在设计 新的发展区的时候 或者旧区重建的时候 你不是将那个空间 去扩复一些低碳使用的空间 你没有这个策略去做的时候 你不会在一个区 当你是一个重建 或者是一个新的规划区里面 你都去引入新的车辆 到路是永远都起不完 你越起得多 你就是越多的车辆 那你怎么走低碳呢 对不对 那我们其实是否有一个政策 就是政府有一个长远的规划措施 是在逐年里面 会减低车仰使用路面的数字在那里 这个我们绝对需要 要有做到的一样东西 对不对 这个 现在其实 它是那个方向 一直都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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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车 只不过 recreation 真是回带的 真是次事 你见到他们 到最后就是 但是跟着说 单车使用者 制造了一个危险出来 是 那跟着之后 没有的 跟着现在 我立法啦 立法啦 立法啦 想着立了法 就好像没了一件事了 可能立法 跟着照样 可能他照样会炒车 照样会翻车 照样会翻车 照样被逼要走出马路 那跟着 都是这样 没有啊 你还是不要开了 市区啊 不好意思啊 这一张车 可能不是你回工 不是想着你开它 去上班 可能是现在送外卖 我们叫外卖 那个叔叔在开 你叫他怎样 带到谈规 你真是逼他犯法 到时候有抄他 那又是 罚了那些贫富大众 是不是 很大程度上 他试图这一张车 很多其实是商用的 送米送油送外卖的 现在 现在是很多 我们都见到 真的 这几年 除了我们送外卖的朋友之外 我不知道为何 运输串 甚至没有将它 包括做一个合法的使用者 现在他们真的靠拆拆车边 这样去生活 但是这几年 我见到 过去那五年 使用单车 做一个日常的生活 即是上班 下班的数字 是越来越多 或者这样 我们下一节 再讨论单车的规划 一些问题 排位的问题 好 待会见 好了 回到第二节 另外一位嘉宾到了 迟我介绍 大家好 不好意思 我迟了 我叫阿金 我刚刚在大围住 我的单车 就和阿希一起 被政府偷了 咦 是两架都是被政府偷了 不是阿希 是独立 不知道被谁偷 而你那架被政府偷了吗 是啊 我们其实是拍在一起的 两架车 是啊 那两架车都是他送的 三十个礼物 说一下整个长程 为什么会发生 我知道你们其实是 好像是上个星期 是不是做了一个寄招 就是关于这件被偷车事件 被政府偷车 偷车 是的 你们说一下 说一下 其实 为什么会用偷字呢 因为感觉是没什么分别的 其实就七月头左右 我们两个 一向都有 踩单车 接驳火车上班的习惯 两个都刚好在对面台上班 而且大围应该都很友善 踩单车 所以一向都会用这个方法 去接驳主要交通工具 尤其是停车时间很多人 我们就如常这样 7月6日 7月6日早上班 上班踩单车 去到示范现场 拍下 我们很奉公手法 拍在P位下面 是的 可能迟些会看到图片 我们拍在 它有很多单车拍位 我们在大围火车站 F出口 在P位下面 但是在P位的时候 很多时候 那些很方便市民的U字锁 其实U字到U那些锁 就爆了 根本插针都不进入 你硬收进去 其实令到别人拿车 是非常之麻烦 而且也没有必要 因为那段路段 其实还有很多空闲的位置 我们可以放 我们就放在P排下面 其实从来没有想过 那里是会不行 或者会阻止人的 通常拍不到 它很公司的位置 我们都会很有意识地拍在 一些不阻止人 或者一定不是在 一些走火通道的地方 拍了之后 隔了一天 晚上下班 很累 那天好像很忙 吃完饭 就买单车回家 然后去到 不见了一辆车 是的 直接第一个反应 就觉得 被人偷了 就是说了一句初后 要被人偷了 又被人偷了 因为曾经试过被人偷车 但是 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整个block 那里的车都不见了 不尋常 然后周围走 就看到很远很远 我想有十多米以外 有架单车里面的栏 有辆notice 就是在地政署发出的 其他车没有 没有 没有 是的 以后我们可以展示 就是这样的 是的 或者这样 其实应该我们 是不是摆了上网的 你的一张 这张也有放上网 这张也有放上网 不如我们现在 上去看我们的电脑 我搜索了那张图 就是这张 就是说 在沙田、翠田街、美田路、车工廟路 就是长街的单车停发处 就是说 很多大段的土地 就是说 你们摆的那个位置 就是 未批租的政府土地 就是说 你占用土地 占用了官地 就是说 然后就说 要你们停止 占用这个官地 这样的情况 最吊诡的是 我们其实 在白駕车被充空前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张 这样的告示 而去到现场的车 消失了 亦都没有在现场张贴 我们是很幸运地 在别人的栏目搜索 才开始怀疑 是政府偷了我们的车 如果这样说 就是单车在这裏 就有一张这样的纸 就是那辆车 就没有被人取得到 可能它其实已经洗开了 因为它都泊在那些U治所 但是很奇怪 我想问一件事 现在你们说 看到一张这样的纸 你们怀疑政府 收了你们的车 那是哪个部门发出呢 地政署的 大家留意 但是平时我们 因为法例是很奇怪的 平时我们如果 駕駛其他车辆 违派 运输署 是运输署 是运输署 是不会可以 去执法去移走你的车 那是警务署的 是的 这个是 但是现在这单车 它就是当你 不是一辆车辆 就是等于 它就是用另一个 就是说你占用官地 这一件事 去车辆 不是违泊的 不是叫违泊 其实说你占用官地 移除你那辆车 是单车 接着就是收约了 比较清晰一点 接着你们是怎样去 尝试去追讨单车呢 整个过程 正正我都觉得 它不当它是交通工具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很正常地地政署 我们就打去地政署 问了 地政署就承认它 在那个路段 美田路段那里 进行过一个 单车清理行动 还有它说他们很常做 三四个月就做一次 在新界各区 但是其中一个区 他们都很常做 都咨询过不同的部门 然后就数了十几个部门 给我听 他就说 总之你是违派的 所以我们就充公了你的车 但他又说你是违派的车 是违派的 不是占面官地 不是占面官地 立即的反应就是 但是我没有收过通知 为什么你们就收了我的车 他就说 其实我们已经拍了24小时的通知 我都很震惊 因为我以前曾经收过这些通告 我印象中 也问过街坊 是不会说24小时 他就移走充公你的财物 因为那些是市民的财物 一般都起码是三四一 因为他有个良好意愿 是我希望你拿走那辆车 我不是说 你车很棒 我想充公你的车 但是不知为什么 这次他就说 他咨询了律政署的意见 这24小时 就用法律来同行 这个小市民说 还有一个很想不明白的地方 就是 我可不可以拿回一辆车 一辆车 其实有多少价值 他就说 因为根据法例充公的 所以没有任何渠道 给市民拿回你的车 涉及其他违法的其他违法活动 例如车运毒 才会被人充公了 或者有什么非法言言 或者我拍的位置真的很危险 不是 他锁车会不会拖走 他拖走了 但你可以熟悉 那样东西是不同的 这是两个不同的条例 违法是有一条法例 那条法例 私家车违法 原来是没有罚质那么严重 因为是不会拖走你的车 因为他们的执法方法是不同的 违法是由警方去执法 因为这条法例是由警方去执法 但占用土地就不同了 占用土地就不是说你有个动作 做错了 而是你霸了一个地方 那他的法例 其实程序应该是 他可以告这个人 来占用他的土地 他这里也写说我可以告你 是的 他可以告你 应该是经过法庭审讯 然后判决结结果 我判你这个为例的人 罚款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没有进行这个程序 然后就自己决定了 这个就是结果 如果他不打算去进行诉讼 去告你的时候 即是说他是有个选择 给你去选择 我自首也好 我去认领也好 应该合理去理解的话 他应该有个选择 大家去选择 即是如果你回去我认错 我以后都不做的了 你给我一辆车 我以后都不做的了 那我不告你了 我们会这样理解 如果你借人钱 你也会这样 我会告你 借人钱不还 我都会给你一个机会 你还我便不告你 这个程序 我们会这样去理解 但是如果他 是未经过你的意愿 去反映给他知道 他现在就拿了你的车 他说你犯法 你占动了他的政府土地 他应该向你发出这张东西 但是如果据你这么说的话 我又觉得很奇怪 他怎么执行 他怎么可以令到知道 对方是谁 如果他是有心执法 一个合法的做法 是不是我要去找回非法的人 犯了法的人 不如这样吧 其实如果这样 这个是再比较深入一点 是的 我们再说一说 其实 你们说没有一个合适的位置 在大围 其实我记得 原本 在大围里面 是有一些地方 可以给大家摆到车的 就是在交通交汇柱 下面其实 有一些栏杆 有一些部分 其实是不会有人通过 一向的人都在锁下单车 都相当无事 但是我记得大概半年前左右 他无故有一天突然之间 是清掉这单车之后 就封掉了木板 就搞到那个总站 那个巴士总站 就变了好像一个地盘 结果发生到的事就是 令到整个地方的人 是摆不到单车 一段时间就在那里贴着 说不可以摆单车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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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叫人摆单车去哪里 因为大围其实他当年 这个站都不是翻新了 扩大了好 当年他根本是没有做足一个 新的规划 大围多数人口住 你要扩展有个马铁 但是为什么不设置西铁 是不是会有足够单车空间 到现在都很神奇 我估计这样说 其实我们一直都很强调就是 我们生活的地方 你说如果 你逐个单车位数 其实我们不排除 他总数可能会够市民使用 但是正如我们第一节 讲到就是 当你将这个工具 是当是一个交通工具 用的话 你除了一个数量够之外 你想想 究竟你摆在一个地方 是不是适合作为交通工具 接驳也好 平时代步也好的用途呢 例如我将 二百万个单车排位 放在山顶 没有意思的这个 是很足够的 但是这样是完全做不到 那个效果 同样道理 我们看到就是 其实大围的火车站 就是刚刚横跨天桥位 你看到天桥位的一边 其实你看到很多单车空位 其实真的说真的很多 是很多的 但是偏偏你每天下去 是没有人用的 那为什么呢 其实可以大概说一下就是 大围呢 火车站 刚刚所谓 没有人用那边 对面是一个公屋 公屋邨 一直伸延过去 就是个马铁 其实两个方向的人 根本就不会 踩单车去到那个位置 不经我的位置 第一 如果你是马铁 你不能踩单车 你搭火车 第二 你对面的人 根本就走过去都有 你不需要特意拿单车 车上天桥 又下天桥 这个动作 对单车使用者来说 其实是很强暴的 或者有些人会选择在对面 但是 其实 所以他说的话 是出现了一个 有位没人拍 但是有人没位 我们发现了 也挺常见的 而且我也想澄清一下 我当日记者指导都去过 我发觉你们那里拍位的地方 我觉得 现在他界定所谓 法工地拍位的地方 和不是拍位的地方 是很诡弊的 其实基本上是同一条路 是同一条路 每隔30米 就有个P字牌 其实你的反应很常见 因为大部分人都听到 你为拍被拖了 你该死吧 但是很多人去到现场都很震撼 什么这里不是 即使那些记者摄影师 他们都会觉得 什么不是 那哪里是 这是我们去到现场的第一反应 我觉得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指示不清晰 当然好像很容易去改善 我写清楚一点 什么都规矩文化 如果你有指示就是 但是我觉得第二个问题 就是都有人指出 其实我们出的那个站 基本上是一个 没什么人使用的出入口 那个人流是很低很低 那么大卫的规划 他就有了单转 有了拍位的地方 或者甚至乎 我会问一个问题 有时候市民即日 他拍在一个天桥底 或者栏杆那里 有一个公共的空间 我会这样叫 有河湘大雅呢 就是是不是需要他好像 很欲宣 很欲宣 谁定义这个欲不欲宣 其实最欲宣就是 现在他逼人 一定要很多的单车位置 放在户外 那些车在那里 日晒雨 然后会散散 跟着那条U字帖 给你们绑那条 结果有很多秀职斑斑 这是最弱的 其实Mani 其实他在巴士公站里面 其实很空旷 有很多位置 根本不阻人 他放在里面的车 是没有事的 那不如这样说 我想讲一个例子 就是 我们先去照片 这个就是在迪卡区 同样的泊车问题 就是说回政府 他用一个占用工地的条例 去充公了你们的车 这个图片所见就是 何时充公棉胎 图片所见 这个就是在屋村外面的泊车区 当地有三个区 这个情况 以我所知 已经持续了两年 持续了两年 我们去反映部门的时候 部门就告诉我们 这些 这些 大家看到的 泊在单车位的地方 的东西 棉胎 皮 木头车 手推车 什么都有 那些原本用来泊车的东西 就不是用来泊车 做了另一件事 但是我又见不到 这些物件 摆了两年 是会收到告票 或者是被充公 木头车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反映了 我们在 如果是运输署 在管理 我都和地政署的朋友 反映这个讨论的时候 就是这个投诉的时候 他们回来 那个答案 都挺震惊的 对我来说 他就说 但现在那个单车泊位的问题 其实在管理上 是会加给地政和民政署 去处理 而运输署 就只是负责规划设施建签方面的 共同制 那我们又反映 刚才 Lexley又说回 如果我们香港 在这个单车泊位的情况 怎么可以改善到 就是 现在我们很多 就是单车泊位 在一些 就是有晒与临的地方 那样 我们讲讲 大家的单车 都是我们的交通工具 是我们的财产 政府好像不是很尊重 我们如果摆一个财产 在这个路面的时候 这个设施 你给位置我们摆 但是你又不当 我们是关心这件事的话 那我就要求 如果譬如 所有单车 所有泊车的地方 应该是有压遮头的 那这个我觉得都挺合理 亦都是一个政府 鼓励市民 使用单车的方法 但是他曾经你告诉我 这个不是运输署 负责 那这个令我们很耗老 令我们很亏认 究竟是现在我们这个问题 交给哪个部门去处理呢 现在我们的问题 其实我中间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是民政事务署 因为地政署很坦白 其实那个人也挺有礼貌 他很坦白地跟我说 这件事是我们贵子手 就是我们负责执行去清理行动 为什么我们执行 因为民政事务署下定 他只是被咨询 所以民政事务署 我都的而且确觉得 其实这件事真的夸部门问题 因为它又涉及运输公共空间社区 所以打到民政事务署 但是很奇怪 他又反过来说 喂单车拍位不够吗 我帮你跟运输署反映 接着我就真的 我就觉得 喂 怎么搞错 这个 民政事务署 这个德成局长 猜不到原来跟单车事 我真的夸了 不如这样 你们跟同病相联的朋友有多少 我看到你们在Facebook有个研究 或者我们去照片看看 哪看哪说 这个阿希可以说一下 逐个逐个数字 这个我觉得很震惊 其实自从被人收到单车之后 我们在不同的政府部门交涉过 然后最重要的答案就是 我们想拿回车 在哪里有车 他又说 其实他们不知道 那怎么办 他们有说过是会拿去拍摄 哪一区最多被人收到 对 这个图是在政府物流署的资料 extract 拿出来的 当然他不会自己这样做一个表话 我买了多少架单车 大致上 总之今年由1月至7月之期间 大概政府已经拍卖了6000架单车 哇 那是多少钱 知道吗 如果拉运来算 大概一架就24元 不够 对 24元 很划算 好像就来下一匹 待会再说 是的 如果他拿出来 被人叨也没那么生气 不是 那我们中官收拾了7个月的数据 发现原来重灾区是元朗的 是的 你看到图表差不多一半 即50% 47.6 由元朗收回来 元朗很正常 如果这样算 因为元朗包括天水围 很多人都在买单车 不是 天水围是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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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图表中红色 应该是 小一点 小一点 十四个 就是他隔离这个 是的 其实也反映了一件事 为什么呢 因为元朗没有单车径 规划更加差 是的 天水围反而有单车径 有单车径 有单车拍位 是的 我觉得这件事也反映到 规划很重要 但有一件事要声明 即原来我们已经很幸福 是的 我声明这个图表 就是根据单车 就是充装单车摆放的地方 通过出来的 所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确实他知道 在哪一区没收的 我们唯有用摆放的地方 做个统计 OK 但是好了 刚才说 他收了你的单车 现在用来拍卖二十几元 其实大家会在哪里找到呢 刚刚过去了 早两天 就会是 见到有一个 就是拍卖 在这个物流处 我们又去了一张图 大家看看 那在物流处那里 就是一个单车拍卖 看到了 这个 是的 路线 二十八架 现在摆在哪里呢 这个食环柱茶果凉车房 东区海底隧道隔壁 现在摆了一个烂火车的厂 那里 刚才我们看到的数字 大家可以去投的 反映了 但是不能投回那一架 你一批投回那一架 对 28架 我那批有百多架 我要投百多架单车出来 然后自己想想那百多架是如何 虽然二十四架一架 但是可能整批买 你可能要赶几万元 偶出来才行 哦 刚才我们看过数字 看到一个诡辟的问题 我们现在反映到 数字反映出来 就是被人充公的 这些泊位 就是占占工地的单车 在这些泊位 就是不应该出现的地方去泊 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规则问题 那个严重性在哪里 就是我们也尝试 在这个张事件反映 在Facebook的时候 就有一位人士 就很热切地去骂我们 那些人 你们抵死吧 你为你泊车 就是被人充公 那其实这个是否一个 现实呢 我们现在看的是 如果这些地方 他们是很高的单车使用人士 但是只有10个泊车位 基本上其他 譬如假设这个地区 有1000个泊车使用单车的人士 如果那个地区 只有10个泊车位 其他那九百几个 都是犯法 都要犯法地这样生活 这个是反映了一个很 就是 现在我们的争论上 在那个立法程序 或者规划的比例里面 是如何去对待 如何对待我们现在 其实我们根本避不到 香港是使用单车的人 在增长 就很简单 而且他现在在离开 每年一万个人 踩单车 这个数字很好看 那不如时间 其实我们差不多 我想问阿熙和阿金 你们如果未来 现在你们 还会继续踩单车 会 会 即是继续这个公民透明 其实会如何 没有想到那么大 我想舒服一点 就是他们的生活 我真的想上班 你们上班 我想问 如果是朋友 想参加你们这个 campaign 或者他们有同样的 遭遇 可以怎么联络到你们 其实我们就在 Facebook开了一个 大家上Facebook type Who stole my bike 会找到 Who stole my bike 政府乞议充公 市民搭车 其实一个简单方法 就是上Facebook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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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你打斜画 是 是 OK 打斜画 然后打Who stole my bike HK Who stole my bike HK 欢迎大家 其实老实说 我们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但是我们真的很想 藉着这件事件 原来发现 单车使用有很多困难 就是我说代步单车 不是黄金堡 就是那些体育单车 融入生活的代步单车 可以做到些什么 我们真是 给多一个空间自己 我们想聚到多些人来说话 可能都会有最一步行动 大家可以一起帮忙 想一下有什么想法 我想首先认识的问题 我们希望透过大家的朋友 可以将我们见到的问题 反映出来 好了 今集时间足够了 多谢大家两位再来 好 我们看看有机会再下去 和你们一起巡区 看看 到底情况会是怎么样 我也想大胆 欢迎大家 如果你们在这些区里面 看到有任何单车的问题 鼓励大家拍照 放在我们的组裙里面 大家可以探讨一下 这些是什么问题 包括你贊成 或者是反对 你觉得我们做的方法 非常之不对 我们都欢迎 大家来将你的影片看出来 好的 拜拜 请不吝点赞